这么大一个洞 一定是毛毛咬的 因为我的肉松很乖 它不会咬东西的 给我咬坏了 没办法 只能把它做成两条小围巾 给松和毛毛一人做一条 他们过年的时候戴上 看着也红红火火喜喜洋洋 中心里一道 adem帝 urout 咸 伸添 团体 因此 我们开始削瓶 这条围巾我很喜欢的 戴了好几年了 没想到葬身在毛口之下了 真的很像你 我对你呼唤你 你说的信心我 也了解我担心 心里真意 这已经是差不多是可以做成一条 但是我想在这里再给他们缝一个毛球 时尚 时尚最丑的毛球 我们把它缝上去 好丑啊真的好丑 不过其实我发现有个方法更简单一点 就是我把这一边直接这样 直接这样给它绑成一个球 这还简单一点 要不就直接这样弄吧 太难了 手工活太难了 这样就做好了一条 这大概是史上最丑的围巾 没有之一了吧 自己选择要做的 哭着也要做完 太丑了 太丑也要做 两条围巾已经做好了 虽然不漂亮 但是我还是觉得挺好的 就看一下明天我两只狗狗带上的效果怎么样 好看 总带着围巾真好看 天气好 打瞌睡 :「黯柯?」 Guard画吧 猫猫 你睡觉了吗 bring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